蜜蜜媽 我是蜜蜜媽 最近我家泥上的起司料理 今天呢我要用排骨來搭配起司 你看 千絲的起司配上排骨 讓我隔著一幕也流口水了 現在就跟著蜜蜜媽一起來做吧 蜜蜜媽 剛吃完飯想說把上次去愛滿滿的這個排骨啊 把它醃一下 我覺得他...我很喜歡去 愛滿滿他的排骨 我覺得他的排骨也很喜歡 這個是骨頭然後肉又不會太多 Costco的我先生是嫌他太厚了 我把它分一下 把暖骨這邊另外 把暖骨這邊另外 這樣子切掉 這個再把它切一下 這樣子就可以來做排骨 這樣炒 這個我就來醃鹽焗 上次還剩一些把用掉 唉唷 打開 好 我把它裝進這個袋子裡面 把剩下來把它加進來 拍點蒜頭 醬油 醬油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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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雖然我今天有加了蒜頭 但是我覺得香蒜麗更香 法式芥末紫醬 我覺得這個很好吃耶 加個兩匙好了 我來加點蜂蜜 我來加點蜂蜜 你看這樣就夠了吧 我來加點蜂蜜 加點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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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我也把它倒進來 這個袋子真的太大 我把它換小一點 換這個 小一點 這個感覺上比較剛好 這個感覺上比較剛好 這個排骨醃好了 我來把它放進這個盤子裡面 來烤它 拉... 排骨烤好了 你看 這色澤多誘人啊 放在這盤子裡面 然後等一下把它加熱溶掉 然後搭配著那個排骨來吃 我會想要搭配起司吃 只是想著要增加口味 當然直接吃也很好吃 你看這起司牽絲的樣子 是不是很誘人 我來鋪一下這個起司片 整個 這個方法是小兒子建議我的 在這裡 覺得可以重複 就是疊著 疊著剝 覺得應該味道會 起司會比較多 這好像很容易碎 就這樣 我愛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